車禍現場車輛紛紛閃避 肇事夫人就站在路邊 乍看之下車損不是很嚴重 以為沒什麼事 但一下車才驚訣 待機打掉啊 肇事車輛車燈碎裂 車可以有些微毀損 看樣子是個小車禍 不過仔細往前看 肇事夫人差點沒昏倒 因為她撞的可不是普通小轎車 流線型車身純手工內裝 兵力開上路用路人絕對靠遍閃 因為一輛就要價一千三百萬 等於一棟房子 開在路上 但女駕駛實在太不小心 沒看到前方車輛 準備要左切變換車道 執行的同時 為保持安全距離 直接往前撞 這一撞可不得了 後方保險桿晃啊晃 最後連車燈排氣管 還有右後方葉子板都被撞毀 初步估計維修費 就將近百萬 都可以再買一輛國產車 車輛最後被載進修車廠 減薪駕駛之嚇壞了 向警方供稱 以為對方也要右轉 才沒有減速因而釀貨 但沒想到自己撞上的 海市輛千萬進口車 變換車道的時候 後車會注意 他以為他也要往右轉 那沒有注意到 所以撞到他的右後方 為保持安全距離 因而發生衝撞意外 雖然雙方均無大愛戴 富人荷包肯定大失血 接著劉稅 宋香玲 新北市報導